咦 各位朋友们好啊 之前的一期影片 我们在家测试了玻璃防雾剂 现在我们把这个喷雾 喷在这块小玻璃上 这个挺香的你别说 效果非常好 这块玻璃上一点雾都没起 其实买的时候 包装里还附带了一瓶玻璃防水剂 广告是这样的 然后我又看到网上有小妙招说 用土豆切开 直接糊在上面 也有类似的功能 土豆 擦 满水 输水星 所以咱们这期一勺会 给防雨剂和土豆都测试一下 先测试防雨剂 我们在车前面的玻璃上 喷上这个防雨剂 为什么这个防雨剂和那个防雾剂 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 准备一些水 对比一下 先把水泼在没有喷防雨剂的玻璃上 会有很小的水珠 如果这个水珠在后视镜上 是会挡到人的一些视野的 来我们现在试试看 喷了防雨剂的这块会怎么样 等一下 喷了防雨剂的这块怎么感觉能见度降低了 这边赠光瓦亮的 然后这边感觉有点脏的那个感觉 先不管先不管 我们先泼水看看 这个哪是防雨剂 它没有输水 它把水吸附在上面 这个不和防雾剂是一样的吗 广告里边那个效果是 你泼上去之后 玻璃上面是不会粘住水珠的 我喷错了吗 没喷错 防雨剂 怎么是这样的 不是我有误解 不是我有误解 这个真的是虚假宣传 它上面写的是荷叶驱水 它宣传的效果就是输水的 而不是吸附水的 甚至来说 这个产品它已经构成欺诈消费者的嫌疑 它哪里驱水哪里输水了 来试试看土豆吧 把车掉了个头 咱们测试土豆的效果 用的是另一侧的两块玻璃 刚才已经清理过了 咱直接开工 涂土豆挺累的 涂一下土豆就没有水了 你又得重新切 要切了一层 要没了 挖个臀 涂完周是这样的 好多这种淀粉颗粒在上面 刚清理过的玻璃就很干净 准备就绪开始泼水 得了破暗了 水是吸附在上面的 效果还不如防雨剂防雨剂来得好 所以这个防雨剂 它已经是欺骗消费者 它令我感到愤怒 不推荐 然后这土豆 我感觉没必要 它涂上去很累 效果也不是很好 能见度都下降了 关键是不怎么用得上 可惜了 实验失败 好 谢谢神奇买家 咱们下期再见